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可证以后才可以进行制造 有药商许可执照并不代表就能制造医疗及口罩 见调查出总公司位于台中的凡泰公司 找来云林的成威公司代工生产口罩再卖到药局 至今铺获上百万片 该公司是零有制造医疗用口罩许可的公司 但是因为为了增加口罩的产量对外贩售牟利 从109年的9月初起 委托未经许可的公司制造医疗用口罩 以每片三到四元卖给药局 药局在以一盒280元到300元的价格贩售 从9月7号到23号短短16天牟利近百万元 每天都有人来上班吗 也没有每天的 我只知道他们做医疗器材 只是做什么器材我用不懂 遭检方查扣的口罩就是网站上主打款式 一用口罩几个大字 盒子四周标明通过国家标准认证 符合CNS 以及Made in Taiwan 其实业者才刚被征用口罩加入国家队 却因私下量产牟利遭人检举 秒变老鼠屎 凡泰公司理性负责人 及成威公司谢庆负责人 各以50万元100万元交报 三连新闻许数位 廖宜德 曾乃志 综合报道 是